而台南永康區中華路的某棟大樓 上個月是驚傳槍響 警方持續地進行逮捕 日前來到了新北市永和區 找尋范賢的蹤跡 而就在調閱監視器的時候 發現范賢竟然正好在附近 凭著對方M型頭的特徵 是一眼認出來 也立即上前逮捕 並且起出了槍枝跟子彈 全力控制 起頭下黑衣男子一臉狼狽 兩名援警強力壓制不敢鬆懈 支援警力到場立刻靠上手銬 但男子似乎還想做困獸之鬥 赶紧將人押上車逮捕歸案 原來這名謝姓嫌犯 上個月在台南永康區中華路某大樓 跟沛亥人疑似有金錢跟口角冲突 他當街開兩槍 射上對方後逃逸無踪 警方持續進行逮捕人 日前來到新北市永和區 找尋嫌犯蹤跡 就在調閱監視器時 發現范賢正好在附近 凭著對方M型頭特徵一眼認出 也立即上前逮捕 並起出兩把專案槍枝 及39顆子彈 據了解翻案後 謝姓范賢從台南永康 跑到安平安南 隨後一路往南逃 到高雄屏東後 甚至再轉往東部 最後來到新北市 逃了45天 沿路故意製造斷點 也導致專案小組撲空連連 但最終依舊逃不過罰網 謝姓祖賢刻意製造斷點 針對范賢所逃逸之路線 以及長逸的處所 意義與盤查 縮小範圍 或以范賢走投無路往 加油 低著頭不發意語 謝姓范賢之前就因走私毒品 遭判刑入獄 現在又在假釋期間 再度犯案 這下恐怕得在牢中度過餘生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